在提升管治能力方面 我们要是强调行政和立法的关系 我们要有良性的互动 多些沟通 多些协作 确保在立法会 我们解释清楚我们的施政理念 和我们的措施 得到立法会的支持 共同去为香港做事 我会经过政府的架构重组 以及完善一些政治委任官员的设置 令到我们的政府工作更加有效 在政府架构重组方面 我对现届政府的架构重组方案 是倾向性的态度 但是由于有一些环节 我还是要和特区政府再商量一下 包括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里面 的一些崗位等等 我会强化政策的研究 和统筹能力 因为任何政府的措施 都必须有一个 很充分的政策研究基础 我会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 加强团队精神 以结果为目标 共同解决问题 我会要求做领导的官员 在问题初期酝酿的时候 主动介入 作出适当的指导和指挥 我会加添一个新的应急动员机制 在现有的动员机制的基础之上 我是希望 如果有一个情况 我们要对付一个新的危机 新的动员机制 会确保到我们有一个肯定的 动员公务员人数的数目 和时间性 是要做到零差别 我会在18区 成立地区服务 和关外队伍 是建立一个系统性的 义工网络 确保我们要动员的时候 在动员的数目 会肯定 在动员人员的能力 和背景 我们有充分的认知 确保我们在动员的时候 它可以发挥到最大的力度 我会广泛吸入人才 进来政府的不同岗位 或者组织 包括我们的咨询架构等等 当然我亦都会履行 在基本法之下 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 适时去推动有关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